長榮航空爆發有機師突破性染疫 一名機師兒子確診 而他就讀的北科夫公全校 是停課十四天 校方表示全校從今天開始 會採取線上教學 而桃園是在開學之後 第一個爆發校園確診的縣市 教育局表示 今天學生請假的人數有四百二十八人 比起上星期平均多了一百人左右 長榮航空爆發三名機師突破性染疫案 一名機師兒子確診 所屬北科復工全校停課十四天 校方表示包含集中檢疫所學生 全校採線上上課 到課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九 桃園市境內其他學校正常上課 外界預期桃園學生請防疫 價人數會較高 教育局表示高中小及幼兒園學生 三十萬三千一百一十八人 星期一請假人數四百二十八人 比上星期平均多一百人左右 請防疫價比率千分之十四 在六都裡算少的 那時候就有黃空 回來之後跟老媽講說來採檢 採檢之後可以馬上回學校上課嗎 好像不行 要等報告 因為簡訊 然後因為廣泛的這樣發有沒有 大家都很恐怖 有點怕你知道嗎 我早上看好幾個 他也沒有症狀 社區消毒不斷進行 桃園市環保局除了當天連夜 學校進行消毒到深夜 也擴大周遭七個禮環境清消 出動二十個人力跟五部的消毒車 那希望透過這個不斷的一個消毒 那可以確保我們這邊的環境安全 市長鄭文燦表示 機師突破性染疫案 防疫更嚴格採三層防護 除接觸者集中檢疫 航空公司和學校人員全部PCR檢測 還有社區足跡發細胞簡訊 他強調足跡重疊 不代表有近距離接觸 預防性簡訊通知 是希望民眾做好自我健康監測 有症狀也會安排公費採檢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